心头呀 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 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图我不放 紧紧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本期跟着书本去旅行 跟随贺敬之的作品回延安 来到陕西省延安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到延安去是无数革命志士 最强烈的愿望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 走进革命圣地延安 去了解那段 争荣岁月里发生的动人故事 读完证书行万里路 大家好 这里是跟着书本去旅行 特别节目 我要去延安 说起有关延安的文章 我们脑海里反映出来的第一篇 一定是刚才我们读的 回延安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那首先让我们请出 要陪着我们一块旅行的 刘妮刘老师 欢迎刘老师 夏叔好 你好 你好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 开启一次特殊的红色之旅 孩子们 提起延安 是不是想到了宝塔山 对 我爷爷从小就告诉我说 宝塔山就象征着延安精神 那你觉得呢 你第一次见到宝塔山 应该很小 我第一次见到宝塔山 那会儿是三岁 我站在宝塔山脚下 觉得他好高好高呢 其实在全国人民心中 不同的年龄 他对宝塔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好 下面我们就一起连线 一位老革命 听听他怎么说 爷爷好 女朋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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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 走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延安战斗生活 由此形成伟大的延安精神 影响深渊 新中国成立后 有不少延安时期的经历者 故地重游 追忆往昔 更有新一代年轻人 不断悟名前往 那么在革命年代里 情绪延安的热血青年 在追寻人生理想的道路中 又有哪些精彩故事呢 刚才听同学们朗诵回延安 你们知道他的作者是谁吗 贺锦芝 对 贺锦芝 上世纪三十年代 日寇入侵中华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 高举抗日的旗帜 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 大批的爱国青年 他们在家乡失去了学校 成为流亡的学生 他们纷纷到延安 来寻求救国的真理 要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所以延安就成为全中国 最进步 最先进的地方 贺锦芝就是当年 奔赴延安的其中的一个青年 其实当时的场面 应该就跟我们旁边 这个雕塑群一样 对 许多进步青年 爱国人士 拿着自己的行李 一直走向我们延安的南城门 对 我们看到这场景当中 他们当中是诗人 歌唱家 所以这个城门就是他们 进往延安的一个主大门 诗人何其芳当时候 面对这样的场景 就在诗里写道 延安的城门 晨天开着 每天有不同地方的人 来到延安 背着行李 燃烧着希望 走进这城门 确实非常生动形象地 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对 那既然我们是一场 特殊的旅行 我相信刘老师 已经给我们设计好了 一个特殊的旅行线路了 对不对 对 同学们请看 谁能认出来 老师这样图片太老太旧了 我看不出来 嗯 菲菲呢 老师 这不是儒训艺术学院吗 对 最后呢 这些青年就到了这所学校去了 下面呢 我们就到鲁一去 去听鲁一的故事好吗 好 出发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 天然在这里 在看不出来 也在这儿 咱们在这儿 咱们家 ani 我们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主席为鲁迅艺术学院提写校训 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四个词牢牢地印在每一个鲁艺人心中 贺敬之曾在延安学习生活的六年 是鲁艺人中的一员 在那段时期里 他由热血少年成长为有坚定信念 超群学识的革命战士 那么贺敬之在鲁艺的承感过程中 又有哪些特殊的际遇呢 西齐事变爆发以后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 所以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和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延安成为最进步 最民主最抗日的地方 我们看这些照片 这些学生呢 大部分是抄着不同方言的青年 背着行李来到了延安 所以这一时期呢 也贺敬之呢 就成为奔赴延安的一员 他是四零年到达延安 我们看眼前的这个柯仲平写的 《延安与中国青年》 这首诗中就能感受到那份力量 为什么你要爱延安 青年回答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 后面写了 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 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所以当时候的延安城 也是青年的延安城 是 是理想信念 无数青年是抱着 旧国的理想信念 在这里成长起来的 贺敬之的这首《回延安》 是用新天游写成的 其实在他的很多诗歌里 我们都能感到那种浓浓的 陕北新天游的味道 特别接地气 特别快知人口 是 这也是他在延安生活 民间艺术给予他诗歌的营养 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呢 他就开始央歌剧的创作 在央歌剧的基础上 四五年鲁毅集体为七大 献演了一部 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 他就担任了剧本的纸笔 一致四目就是由他完成的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完成的 所以这部经典 从四五年诞生起 我们中国人民 有了自己的歌剧 所以它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一九四五年 贺敬之和丁毅等人执笔 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 白毛女 抗日战争胜利后 贺敬之离开延安 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五六年 贺敬之才重回延安 与延安的久别重逢 令他激动万分 他用信天游的艺术形式 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回延安 这首诗传遍了大江南北 感染了无数人 刚才看到前面 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老照片 对 现在呢 我在老照片的后面 还设了一个秘密 谁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呢 谁来 我来 刘云泽来 好的 这位同学来 打开看看上面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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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要给大家说的是 我们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观赏点 如果 facial规定 этот anda 提rakt的话 你赞放ź 那么安全 提rakt的话 我一定和我们一分血 都必定不好 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能力 可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先坐 这样的你看开始就从这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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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延安革命的精神代代往下传 一场挨挨大雪 让巍峨的宝塔分外妖绕 也让这次旅行别有误味 延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 吸引着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进步青年 他们在这里实现理想 发光发热 作为延安的地标性建筑 宝塔山上斑驳的痕迹 镌刻着历史沧桑 宝塔山始终矗立于此 承载着难忘的历史记忆 更绽放着新时代的耀眼光芒 好漂亮 真美 好了同学们 漂亮吗 漂亮 今天我们在鲁毅看到了 无数像贺金芝这样的青年 他们当时候用笔杆子为抗战服务 用诗歌传达他们对抗战的信心 动员民众 他们的诗歌让我们现在都能感觉到 他们能充满自信的那种革命精神 没错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刘妮老师 今天一整天的陪伴 还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 动人的历史故事 确实像您说的一样 我们今天是从日头初上 到现在夜幕降临 我们没有感受到旅行的疲惫 反而身心都充满了力量 那么明天 刘老师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旅行线索呢 明天同一时间 再让我们继续 跟着书本去旅行 明天见 再见 再见